第八屆精英創作獎最佳爵士專輯獎入圍的有 波斯驿站 Bazaar 中東爵士 Miraculous 奇幻旅程 完弦四度 东京中央線 One Line 大竹岩 All Kinds of Good Moussa Lalabee for the Youth 给年轻的摇篮曲 瞿从玉 大家好 我们是Bazaar 我是钢琴手 Well from Malaysia 然后由乌德琴手 阿勒来自法国 鼓手 孙正 还有树笛手 安利都来自台湾 波斯其实对我们都不是很陌生 但有多少人真的了解波斯的源头 或者波斯的来自于什么地方 其实如果我们有看新闻的话 我们就知道波斯其实来自于伊朗 所以我们这次的风格是非常的波斯味 就是我们专程去了伊朗去录音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次有六个乐器 是在伊朗录的 所以我们 而且还有一首歌是伊朗朋友写的歌 所以我们就决定以波斯作为一个命名 就是放在我们专辑里面的一个代表性 《爵士乐》其实发展到21世纪 它其实已经很多样化了 比如说它并不是完全的 上40年代的那种Swing Bebop 它已经比如说中间融合了很多的拉丁爵士 融合拉丁爵士的过程当中 也是他们的乐手拿拉丁的元素来玩 那他们也不知道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然后发展到现在我们觉得非常厉害 就是变成一种爵士乐的主流 所以我们在21世纪之后的爵士乐呢 其实一直在拿很多的民族元素 包含很多大师在拿很多的民族元素来玩 然后弄出一些我觉得很厉害 而且很有温度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那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呢 要怎么样的去结合 当然是一个很需要实验的过程 比如说我在写我们专辑的歌的时候 我会拿阿拉伯的节奏 阿拉或者中东的一些音阶来jam 然后用爵士乐的配器 或者爵士乐的即兴的想法 然后来尝试 然后以至于我们有这样专辑的产生 所以它的融合本身其实并不容易 但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去尝试的事情 因为我刚才有说过我去过土耳其之后 我觉得我好像遇到了另外一面的我 就是我在那个文化里面好像找到了 我遗失的自己 我发现我内心的灵魂跟这种文化有很大的共鸣 所以我决定我回来之后 我想要玩一些什么东西 就是用这样的元素 所以呢 另外一方面我很喜欢历史 所以我觉得 因为中东历史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吧 所以也因此影响它的艺术 它的所有之类的 所以它的艺术呢包含它的建筑啊 它的陶瓷啊 它的音乐啊 它的任何一个东西 它其实是非常的有文化底蕴的东西 所以我就特别被这种东西给吸引 所以我就决定做这样的音乐 然后也刚好遇到了阿勒 他就是很懂阿拉伯音乐的 所以我们就湊在一起 就是中东有分大概四大领域 就是阿拉伯 北非 土耳其 波斯 当然或许包含一些东欧 所以我们就拿了几个主要的元素 来做成了两张专辑 那这张专辑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是我们的节奏感更加强烈 就是更加摇滚一些 上一张专辑稍微比较民族色彩多一点 这张专辑除了现有的民族色彩 我们的重量也更重 然后也尝试了一个当地人 就是波斯人的一个创作 这张专辑的乐器就是很伊朗的乐器 所以有些甚至四五千年的乐器 那如果有第三张专辑的话 我还蛮喜欢东欧 比如说保加利亚 希腊这一篇 他们算中东吗 他们不算中东 不过他们非常有中东的影响 就是因为历史上他们属于 欧托曼 土耳其 帝谷 所以他们被奥托曼 统治过了五六百年 所以你今天在希腊听到的音乐 跟在土耳其听到的音乐 是非常相似的 而且那个脉络是完全可以去寻找的 好 我叫孟沙 我是阿根廷的 我身在阿根廷 可是现在我就在伊朗 在台湾 我来台湾五年快六年 在阿根廷我学 我自己学音乐 有一些老师 可是学音乐是很快需要邮件 然后我家人我小时候没有 所以我实际 我奶奶给我一个乐器 一个小的Casio乐器 所以我开始用这个乐器 然后我开始表演Blues 不是爵士 Blues没有那么多和弦 没有那么多音节 是比较 我们可以说比较简单 不是简单 但是我们会想比较简单的音乐 然后从Blues Music 我开始听比较老的爵士 然后我说这个有 我不觉得这个好听 然后我开始扶持别人的Style 然后我也很喜欢当过音乐 所以我从小时候开始混两个风格 可是我在大学我学一点点 我学习音乐 不是忘音乐 可是我的梦想是忘音乐 对 第一个转机是比较 我要 我觉得我有这个感觉 我需要给大家看 我真正的回答感情很好什么 所以有一些年轻人感觉 有一个真正的 我不管音乐那么多 我比较想我 我什么 然后我第一个转机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 然后第二个转机 我说OK 现在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好的东西 所以我要让大家 很多不同的国家 因为我是移民人 I move here 对 所以我要让大家在一起 我们都不一样 我们都不一样 我们有不一样的脸 可是我们也有一样的事情 然后这个想法 good 好 bueno 每一个文化 在世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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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有这个想法 每一首歌 有九首 所以有三首 比较美国的 比较 对 那边欧洲跟美国 有三首是比较南美洲 然后有三首是比较亚洲 所以我混乐手 从美国 从阿根廷 跟从台湾 我混他们一起 有很多音乐家 美国人跟阿根廷人 都完全都没听过一个耳虎 或是一个琵琶 或是一个声 然后有很多台湾的乐手 路财专机 没听过一个 手锋进的班冬妞 或不太知道这个文化 这个阿根廷的当国 真正的是什么 所以我混这个 都在一起 在专机 那是为什么 每一个文化 有十几个好的事情 然后我们需要 尊重每一个文化 可以一起 不是我尊重你 可是我不要跟你一起合作 我尊重你 你尊重我 可是我 我改一点点 你改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 一个耳虎 跟一个阿根廷的手锋进 跟一个爵士 甘金手 都可以一起玩音乐 是这个想法 大家好 我是徐崇宇 Vincent 我是迪音提琴手 爵士风格的话 当然在音乐性上面 可以把它分类 为不同的种类 可是我个人的话 其实 爵士音乐的诞生 对我来讲 其实是我每个不同的 时期的心境 所以那每个心境 都有可能有不同的风格 那当然可以让大家去 觉得它是什么风格 其实都可以 那只是说每个时期 其实是由我自己的呈现 就是每个时期的不同的感觉 这样 其实我是25岁才开始 学地音提琴 那我到纽约以后 遇到我的老师 Sissome B 遇到他以后 其实我是在高雄遇到他 其实在台湾就遇到他 然后开始跟他通信 然后知道他在纽约 然后我才去找他 开始的这段 学习爵士的历程 所以从25岁开始 然后沉浸在 纽约的这个环境里面 它是有非常多元的 文化的冲击 所以不只是爵士乐 是人文艺术 然后整个感官的冲击 所以都成为整个创作的 一种我的元素之一 给年轻的遥人曲 其实这首遥人曲 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遥人曲 是给小朋友的 好让他入睡这样 那这个遥人曲 其实是特别写给有梦想的人 那这个梦想的心境就是说 那我也给予说 有梦想的人 其实你永远都是年轻的 所以才说 这首遥人曲 是给年轻的遥人曲 只要有梦想的人 有梦想的人 可能有很多困扰 然后可能遇到很多 这种冲击啊 不顺利啊 那这个遥人曲 就是献给他们 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还有这首歌在陪着你 你可以继续做梦这样 其实整张专辑的过程 其实是从回到台湾 其实整个时间大概有五年 所以这张专辑其实也汇集了 我五年内的作品 那只是说 我很喜欢Lullaby for the Youth 当初想到这个title 所以用Lullaby for the Youth 把整张专辑系起来 那可是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有 他自己的故事 那都是我这五年来 回来到台湾以后的这个心境 其实一开始 我每次很多音乐的构想 当然除了我自己以外 我有很重要的partner 其实就是我的老婆思涵 然后我们俩常常 其实他也是跟我一起 共同制作这张专辑 我们一开始发响 然后很多的细节 一直到我想要邀请 跟我一起录制的两位音乐家 Herald Dunkel跟Billy Drummond 然后我们真的 我们把自己带到纽约去 然后等于是回到纽约 然后到了纽约 历史非常悠久的Seer Saw 的专门录绝师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录音室 然后去跟Herald Dunkel钢琴家 跟Billy Drummond鼓手 跟他们合作做了这张三重座的专辑 当时其实有这个帖的发响 是因为我们跟专辑的设计师 一直在讨论说 爵士乐到底给大家心里面的印象是什么 它可能是稍纵即逝 因为即兴的关系都是发生在当下 那其实帖的这个精神就是说 可能每一块帖它都非常的独特 因为我们特别去开幕 然后做了这个帖 那每块帖也会随着时间氧化 所以其实它是会跟着你 可能你可以说它变老 或者说跟着你一起成长 所以它有这种不同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块 很独一无二的这个音乐 跟这个铁块的专辑 这个艺术品回去 然后能够得到某种满足这样